宇宙只如此完美,让我们时常无法理解,但我们的未来却是我们选择的,我们通过每天的选择创造了我们的未来。 关于宇宙,我今天来说几个,关于它的五十条小船石。 一,光的传播速度在真空中大概是每秒三十万千米。 在水中的速度,225000000ms,玻璃中的速度,2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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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ms。 光在冰中的速度,230000000ms。 二,恒星在死亡的最后阶段会变成三种星体,白矮星,中子星或者黑洞。 这一般取决于它自身的质量,质量越小得恒星活的时间反而越长。 像我们的太阳寿命是一百亿年,到现在大概还剩下五十亿年,最后会变成白矮星。 三,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当中,而我们的宇宙则是有多个维度的空间交织形成。 一维空间只有长度,二维空间包括长和宽,三维空间包括长、宽和高。 也就是我们生活的空间维度,四维空间要在长宽道的基础,常在加一个时间轴。 在四维空间里时间,就像长度一样,可以测量也可以任意干涉。 四,关于宇宙的起源,现在大部分科学家认为宇宙的诞生,是由一个无限制米的电报价产生。 通过哈勃望远近科学家们观测到了一百多亿年前的一些景象,进而从侧面认证了该观点。 五,宇宙是什么? 宇宙是包含了所有生命、星球、行星、光、电、时间的东西,而我们存在的宇宙是唯一的吗? 因此,有科学家提出了多元宇宙论,他们认为除我们所认知的这个宇宙之外,还存在着无数个不知,以何种形式存在的宇宙。 而这些宇宙就好像人类身体的细胞,数量多,存在的形式多,就连各自的功能也有所不同,但这也仅仅是我们的猜测而已。 六,水星虽然离太阳只有五千七百万千米,在白天地表温度达到了四百二十摄氏度,但由于质量很小,所以它表面的大气层很稀薄,再加上它的自传周期有五十八个地球日, 所以到了夜间它的地表温度会降到零下一百七十摄氏度,而与太阳的距离是水星两倍之多的金星,其上面由于有着油厚厚的二氧化碳和氮气组成的大气层,它的平均温度达到了四百六十摄氏度,是太阳系中最热的星球。 七,木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,它在太阳系诞生之处本来可以发展成为恒星,但由于大部分质量都被太阳夺走,内核无法达到何聚变所要求的温度。 在区域稳定后木星最终变成了一颗行星,由于它的特殊性在几百亿年后它会变成何海星,并最终消失在漫漫宇宙长河中。 八,黑洞的引力是无穷大的,就连宇宙中最快的光,都无法从它的身边逃走,并且在黑洞内部一切常规的物理定律都将失效。 它的引力甚至达到可以扭曲时间,假设一个宇航员能顺利的在黑洞中活下来,当它出来的时候,它会发现对于自己才过了几天,但黑洞之外已经过了几年。 九,理论上时间旅行是可行的,但我们无法到达过去,只能加速前往未来,通过黑洞进行时间旅行,是一种比较省时省力的办法。 但在黑洞边也存活下来,也是科学家需要解决的问题。 时到目前为止,全世界只有三个人在太空中放生。 十一宇宙很大,有多个层次关系,宇宙中包含了无数个星系,像银河系就是宇宙中的一个星系。 星系中又包含了无数个恒星,像太阳就是银河系中的一个恒星,恒星周围又有很多行星围绕恒星转动。 像我们住的地球就是一个这样的行星,行星周围又会有卫星相伴,例如月球就是地球的卫星。 十二,概率学告诉我们外星人是一定存在的。 我们的银河系包括无数个类似于我们太阳系这样的恒星系统,而宇宙则是包括了数量更加庞大的银河系这样的星系。 外星人找到我们或者我们找到它们只是时间问题。 十三,其实太阳并不是黄色的,虽然在我们看来是这样,而这仅仅是因为大气层的折却作用。 实际上,太阳光中包括了各种各样光的颜色,当这些光交织在一起时产生的是白色,所以太阳也应该是白色的。 十四,宇宙有限无边,就像地球的表面,有一定的大小,但没有边。 而宇宙也是如此,是有限的。 但是宇宙自身的引力太大了,以至于把宇宙中的空间弯折回自己自身。 十五,生物的诞生不过是原子的排列,当顺序被打破时或重新排列时,它就会瞬间变成另一种物质。 这听起来虽然有些毛骨悚然,但是实便是如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